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出战2019南岸世界杯 林书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会考虑 如果他们邀请我加入中国南岸的话 我最近跟郭艾伦 迪小川 还有定验宇航他们相处的比较多 知识时间并不是很长 当然我也跟周琪有过交流 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 但我确定的是如果蓝鞋向我发出邀请 我一定会考虑 只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确定的消息 这是林书豪首次表态 愿意为中国篮球效力 对于中国篮球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休赛期 林书豪一直和郭艾伦 迪小川 丁燕宇航一起训练 他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林书豪的想法 如果姚明出面邀请 这件事情绝对能够成功 倒是2019南岸世界杯 中国派出郭艾伦 林书豪 丁燕宇航 易建连 周琪 里根 迪小川等阵容 在国际赛季的竞争力会大大增加 中国南岸世界 中国南岸打球的人很多 人才都在内线和封线 但是非常缺后卫 这也是一直困扰中国南岸的问题 由于为NBA级别的空位来指导球队进攻 效果完全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